前言 我受命于人写下此书 书中描述了我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 我确认这些都是我的真实亲身经验 我猜想 有些读者可能会把这当成科幻小说 因为故事实在离奇 简直就像凭空编造 但我的想象力远不足以支撑如此的精心编排 这不是科幻故事 星辰之人将会从我带来的讯息中找到真相 我的朋友们想让我将这些讯息传达给地球上的人们 书中所载讯息虽涉及种族和宗教 但绝对不代表作者对任何种族或宗教存有偏见 米希尔·戴斯马克特 1989年1月 他们有眼却不见 有耳却不闻 神经 一 神秘访客 涛 突然间 我从睡梦中醒来 不知自己睡了多久 我是真的醉 我是真的醒了 精神的很 浑身警觉 天哪 现在几点了 丽娜睡在旁边 双手握拳就这样睡着 我却一点都不想再睡了 说不定现在已经是早上五点 我下了床 走到厨房 看了看钟 什么 现在才凌晨12点半 我好像还没在这个时间醒来过 我脱掉睡衣 换上衬衫和裤子 别问我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的是 自己怎么就鬼使神差的走向了书桌 拿起纸笔开始写字 我的手 我的手好像知道要写什么一样 根本不受控制 亲爱的 我要出趟门大约十天 你放心 我一定安全回来 我把纸条放在电话旁边 开了门 走到走廊 我绕过还摆着昨晚棋局的桌子 棋盘上的白色国王棋 还留在被将死的地方 轻轻地推开了通往花园的门 今晚的夜空 异常明亮 但绝不是星星的缘故 我很自然地想了一下现在的月象 月亮应该快升起了吧 我生活在澳洲的东北部 这里的夜晚向来明朗 我下了台阶走向院子里的路豆树 要是在平常这个时间 外面肯定是蟋蟀涌唱 挖名不绝 就像一场热闹的音乐会 还能演奏个通宵 然而此刻却是万类聚集 不知道是怎么了 我往前走了几步 突然间藤树变了颜色 屋子的墙壁路豆树也变了 周遭一切 就好像突然笼罩在一片蓝光之中 草坪在我脚下起伏 路豆树扎根的地面也开始波动 藤树忽然扭动起它的身躯 墙壁也好似一张白纸 在风中摇摆 我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于是准备回屋 就在此时 我发现自己的双脚竟缓缓离开地面 身体开始上升 刚开始是慢慢升高 到了藤树上方后 开始加速 只见我脚下的房子变得越来越小 怎么回事 我满头雾水 不由得惊叫起来 放心 一切尚好 米歇 听到这个声音 我确信自己是身处梦境了 眼前站着一个身材挺拔的人 他 穿着连身服 戴着干净透明的头盔 正用充满善意的微笑 注视着我 不 这不是梦 他说 他竟然回答了我脑海中的疑问 话 虽如此 我回答 但梦境不就是这样吗 结局都是 从床上摔到地上 醒来的时候 头上还会肿个大包 他被 他被我逗笑了 还有 我接着说 你跟我说的是法语 是我的母语 而我们现在明明在澳洲 我在这儿讲的是英语 我知道 这一定是梦 而且还是荒唐离奇的梦 不然你怎么会站在我家的地盘上 我们不是在你家的地盘上面 而是 在你 家上空 啊 这还真是个可怕的梦 你看 我说的没错吧 我捏一下自己证明给你看看 我边说边捏了自己一下 哎哟 他又笑了 现在你信了吧 Michelle 倘若不是梦 为什么我会坐在这石头上 远处那群打扮得像上个世纪的人 他们是做什么的 微光依稀 如白雾蒙蒙 不远处有一群人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有的在讲话 有的在四处徘徊 那你呢 你究竟是谁 你的身高怎么跟正常人不一样 我的身高是正常的 Michelle 在我的星球 这就是正常身高 这些事情 你慢慢都将领会 别急 我的朋友 我们算是朋友了吧 希望你不会介意我这么称呼你 即便现在不是很快的 我们也能成为朋友 眼前的她 就这么微笑着 脸上流动着智慧之光 周身散发着善意美好的气息 这样轻松自然的相处 我从未有过 当然没问题 你想怎么称呼我都行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涛 但首先 我们要确认一点 你不是在做梦 这从头到尾都不是梦 而是一趟非同寻常的旅行 之后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选择的是你 能踏上这趟旅程的地球人不多 近几年更是少之又少 我们 也就是你和我 正身处于地球的平行宇宙 为了把你带进来 包括我们自己 需要使用一种时空锁 此刻 时间在你身上静止 你可以在这里待上20年 甚至50年 我说的是地球上的时间 等你返回地球时 你会像未曾离开过一样 你的身体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那这里的人都在做什么 他们就是存在于此 慢慢的 你将知道 这里的人口密度非常低 时间永远定格 只有自杀或意外事故 才会造成死亡 这里不仅有男人和女人 还有按照地球时间算来 年龄有三五万 甚至更多岁的动物 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们怎么来的 在哪出生呢 他们来自地球 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纯属意外 意外 什么意思 说来简单 你听过百慕达三角洲吗 我点了点头 其实很好理解 在百慕达三角洲 还有其他一些显为人知的地方 这些平行宇宙和你的宇宙发生交叉 于是中间自然出现了一个天然的时空扭曲 无论是人类动物或是物体 只要在这样的时空扭曲附近 就会被吸进去 所以才会发生一些离奇事件 比如整个船队在几秒内消失 有时候 某个人或某些人 可能会在几小时几天 或者几年后 回到你们的世界 然而 还是再也回不去的居多 就算有人真的回去了 说起自己的经历时 也没几个人相信 要是他还坚持自己的说辞 便很有可能会被当成疯子 所以 通常这个人什么都不会讲 因为他知道 他的见闻在别人看来 有多么荒唐可笑 有些人回去后可能会失忆 就算恢复了一些记忆 也与平行宇宙发生的事情无关 真相仍被雪藏 其实 涛接着说 在北美有个典型的 落入平行时空的案例 有个年轻人去离家 几百公尺的井里打水 竟然中途凭空消失 过了一小时后 他的家人和朋友开始寻找他 由于刚下了一场大雪 地上有二十公分深的积雪 要找到那位年轻人 应该是很容易的 跟着他的脚印就可以了 但是 沿着踪迹走到雪地中央时 脚印却消失了 四周并无树木 也没有能跳上去的石头 没有任何异样 但脚印就是消失了 有的人说 他是被太空船带走了 但这绝对不可能 等等你就能明白为什么 这可怜的小伙子 实际上就是被平行时空 吸走了 我记得 我说 我还真听说过此事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以后 你就会知道的 他的回答 充满神秘 我还来不及思考 眼前就突然出现了一群人 这群人外表相当怪异 我甚至再度怀疑 自己是在梦中 他们大约有十几个人 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女人 从距离 我们一百公尺的 石头堆 后面走出来 这些人就如史前书册中 记载的那样 实在奇怪 他们迈着大猩猩一样的步伐 手舞巨脏 凭现代人的力气 可能根本提不起来的木杖 这些奇丑无比的生物 朝我们迎面扑来 发出野兽般的嚎叫 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但涛却告诉我 不用害怕 让我待在原地 他把手放在腰带的扣子上 转耳面向这群人 我只听见 弄的弄的几声 看上去最凶猛的五个人 就倒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剩下的人则马上停了脚步 开始哀叫起来 扑倒在我们面前 我又看了看涛 他像雕塑一样 纹丝不动 一脸淡定 并将目光锁定在这些人身上 好像在施展催眠术 我后来才知道 他当时是透过心灵感应 向其中的那位女性传递信息 只见那个女人突然起身 从喉咙里发出了什么声音 看样子 他是在向其他人发号施令 于是那群人 开始挪动 并背起倒下那五人的尸体 朝之前出现的石堆走去 他们在做什么 我问涛 他们要把死去的人们 用石头埋起来 是你杀了他们 我别无选择 你的意思是 我们刚才真的有生命危险吗 当然 这群人已经在这儿 停留了一万或一万五千年 具体的时间无从知晓 我们没时间考证此事 何况这也无关紧要 尽管如此 你倒是可以更好地理解 我刚才跟你说过的是 这些人是在某个时间陷入此地 之后就一直被困在这个世界 太可怕了 确实 但这是自然规律 也是宇宙规律 而且 他们很危险 因为相比人类 他们的行为更像是野兽 他们无法和我们对话 也无法和生活在这个平行宇宙的 大部分人对话 因为他们不懂得交流 而且 他们比别人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在刚才的千俊一发之际 如果要说我们对他们做了什么 那就是我们只是帮了他们一个忙 让他们从此解脱 解脱 不要这么吃惊 米歇尔 你应该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 他们本来被困在这幅身躯 现在终于得以解脱 跟所有生命一样 依自然过程继续他们的轮回 如果我理解的没错 这个平行宇宙简直就是个诅咒 跟地狱或者炼狱什么的差不多 真不知道 你还信宗教 我打个比方 只是为了告诉你 我在努力理解你说的话 我一边回答 一边好奇 他是怎么知道我信不信宗教 我知道米歇尔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把这儿当成某种炼狱 也说得通 不过这当然是非常意外的情况 实际上这是自然界的几个意外之一 白化症是意外 有四半叶子的幸运草是意外 你的蓝尾也是个意外 医生们到现在还想不透 蓝尾在人体中究竟有什么作用 答案是没有任何用处 通常自然界中任何事物 都有着明确的存在原因 所以我才说蓝尾也是自然界的意外 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 身体和精神上都不会感觉到痛苦 比如说我打了你一下 你不会感觉到痛 但如果力道够大 虽然不会痛 但仍然可以致死 你可能很难理解 但事实就是如此 只不过这里的人 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幸运的是 他们会有自杀的念头 只可惜在这里 连自杀都不是解脱之法 那他们吃什么 他们不吃不喝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饥或渴 记住在这里时间是静止的 就连尸体都不会腐烂 这也太可怕了 这么说杀了他们 应该算是能帮助他们最大的忙了 你说到了重点 实际上这是两种解决方法之一 另一种是什么 送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 但这么做通常会导致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能够使用时空扭曲 所以我们可以把很多人送到你们的世界去 这样对他们也是一种解脱 但你肯定也能想到 如果真的送他们回去 这些人会面临多少问题 我跟你说过 这些人在这里已有成千上万年 他们已经离开原来的世界如此之久 如果真的回去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可能会疯掉吧 毕竟他们没什么可做的 见我认同 他笑了 米歇尔 你确实是我们要找的务实的人 但是别草率定论 你还是有很多东西要看呢 他稍稍前倾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当时我还不知道 涛其实有两公尺九十公分高 这可不是一般人的身高 就我亲眼所见 我知道我们选对了人 你头脑敏锐 不过出于两点 我现在还不能把一切都解释给你听 哪两点 首先 现在解释还为时尚早 我的意思是 有些时候 我需要先给你做适当说明 才能往下进行 了解 第二点呢 第二点就是有人在等着我们 我们得走了 他轻轻地把我转过身 我顺着他的目光往前看 眼前的景象让我目瞪口袋 距离我们一百公尺左右的地方 有一个散发着蓝色光圈的巨大球体 后来我才知道 那球体的直径有七十公尺 巨球外 巨球外圈的光 微微闪烁 有点像夏日里被烈日照亮的沙漠 从远处看仿佛一团飘渺的热气 闪烁微光的巨球 高出地面 约十公尺 没有窗户 没有开口 没有梯子 外表像蛋壳一样光亮圆滑 涛示意我跟着他 我们就一起往巨球里走去 那场景我记忆有心 走向巨球的短暂片刻中 我激动不已 任由思想漫无边际的驰骋 我脑海里闪过一连串的画面 像是被人按了快转件的电影 眼前浮现的是我为家人描述此次冒险之旅的景象 还看到了我在报纸上读到关于UFO的文章 我还记得当时 一想到深爱的家人内心一股悲伤翻涌 自己像被困在陷阱里一样 说不定与他们再也无缘相见 不要怕 他说相信我 你很快就会健健康康的与家人重聚 当时我一定是吃惊到嘴巴张得很大 要不然涛也不会笑得那么悦耳 他的笑声在地球上很难听到 这是他第二次读懂我的心思 第一次我还觉得是巧合 但这次可以确定无疑了 到了离巨球很近的地方 涛把我摆在他面前 我们距离一公尺远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碰我 Michir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碰我 我说的是任何情况下 明白吗 他的命令如此正式 搞得我突然不知所措 不过我还是点了点头 之前我就注意到 他的左胸上别了一个胸张 现在他把一只手放在胸张上 另一只手握住了 他从腰带上解下来的一个像大圆珠笔的装置 他把圆珠笔举过头顶 指着巨球的方向 当时我应该看到他发出一束绿色的光 但具体我也不确定 他用圆珠笔指着我 另一只手还是按在胸张上 我们轻轻松松就飘了起来 朝着巨球的外壁移动 眼看就要撞上的时候 巨球外壁的一部分突然凹陷 就像大气缸中间的火塞 一个高约三公尺的椭圆形入口 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和涛菜太空船的内部安全着陆 他松开胸张 把圆珠笔别回到腰带上 从他熟练的手法可以看出 这应该是他的习惯动作 来吧 现在我们可以接触对方了 他说 他又把手放到我的肩上 带着我走向一束小蓝光 这光极强 我几乎睁不开眼 我在地球上从没见过这样的光 当我们要走到光束下面的时候 墙突然就让我们通过了 我只能这么描述 要是真的按照这位向导带领的路线走下去 我敢肯定 我的头上绝对会撞出个圆滚滚的大包 但是我们竟是穿墙而过 像幽灵一样 看到我满脸震惊 涛开心的笑了 涛的笑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那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 让人如沐春风的笑 满心紧张的我顿时放松了下来 我以前经常跟朋友谈到飞碟 而且我相信他们真的存在 但当我亲眼看到飞碟的时候 又会充满疑惑 脑袋都要被问号挤爆 当然我是由衷感到高兴 从涛对我的态度来看 我觉得没什么好怕的 但是这里不止他一个人 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是什么样子 虽然我十分着迷于这场奇幻旅程 但仍隐隐担心自己与家人永无团聚之日 几分钟之前我还在自家的花园里 此刻他们却离我有十万八千里远 我们在地面上滑行 穿过了一条隧道般的走廊 来到了一个小房间里 房间的墙壁是耀眼的黄色 亮得我根本睁不开眼睛 墙壁连成了拱顶 我觉得自己就像被装在了一个倒扣的大碗里 涛为我戴上头盔 头盔是透明的 但当我试着睁开一只眼睛时 发现光线不再那么刺眼了 你还好吗 涛问 好多了 谢谢 但是你怎么受得了那光线 那不是光 它只是房间墙壁 现在的颜色 为什么说是现在 你是带我来重新油漆墙壁的吗 我开玩笑的说 墙壁没有油漆 米雪 你看到的是震动 你仍认为自己还在地球的世界 但别忘了 你早已离开了地球 你现在是在我们的超远距太空船上 飞行速度高出光速很多倍 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躺在这张床上 房间中央有两个箱子 其实更像是两个没有盖子的棺材 我躺进其中一只一 涛躺进了另一个 他讲着陌生的语言 虽然我听不懂 但很悦耳 我想要把自己抬高一点 却发现动不了 好像自己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 牢牢绑住了 墙壁的黄色慢慢变淡 取耳代之的是同样鲜亮的蓝色 看来墙又被人油漆了一遍 房间的三分之一突然变暗 我看到了像星星一般闪烁的点点光亮 黑暗中传来涛清晰的声音 米雪 这些是星星 我们已经离开了地球的平行世界 马上会离你的星球越来越远 我要带你去我的星球 我们知道你会对这次旅行非常好奇 但是为了你着想 我们还是要慢慢启程 现在可以看你面前的荧幕 地球在哪 我们还看不到 因为我们在地球的正上方 大约一万公尺左右的高空 我突然听见一个声音 讲的似乎是涛刚才说的语言 涛简单回答了几句 然后就用法语跟我对话 标准的法语 而且是一种比正常语气 更悦耳的腔调 他在欢迎我登上太空船 这种欢迎词和航空公司的 欢迎您搭乘本航班 基本类似 我记得当时我还觉得很有趣 仿佛忘记我所处的环境 有多么非比寻常 就在同时 我感觉到空气的流动 凉丝丝的 好像开了冷气 光影的变化加速 荧幕上又出现了 应该只能是太阳的东西 起初我们好像略过了地球的边缘 更准确地说是南美 我也是后来才得知 我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了 每周一点点的缩小 因为阳光还没有照到澳洲 所以还看不见 现在地球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 我们好像绕了一圈 到了北极上方 我们就在这里改变了航向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离开地球 可怜的地球变成像篮球的大小 然后像桌球一样小 最终消失 在荧幕上难以分辨 眼前布满太空的深邃之蓝 我转头望向涛 期待着更详细的解答 喜欢吗 很美 但是太快了 真的可以这么高速的飞行吗 这不算什么 我亲爱的朋友 我们起飞得很慢 现在才开始全速飞行 究竟飞得多快 我还是插了一句 高出光速许多倍 光速的许多倍 光速到底是多少倍 真不敢相信 怎么办 我理解 这对你来说很不可思议 你们的专家也不会相信 但这就是事实 你说是光速的很多倍 究竟是多少倍 Michelle 在这趟旅行中 很多事情 我们是有意透露给你 很多事情 但还是会有一些 细节是你不能知道的 比如太空船的具体飞行速度 我很抱歉 因为我知道不满足 你所有的好奇 会让你感到失望 但是你能看到 和了解到的新鲜事物 还有很多 所以当有些事 不让你知道时 也希望你不要介意 他这样说 就意味着这个话题结束了 我也不再坚持 否则我就显得太没礼貌了 看 他对我说 荧幕上出现了一个彩色的圆点 圆点在快速增大 这是什么 土星 亲爱的读者们 如果我没能 如您所愿地 给出详细的描述 尽情理解 因为我还没有 完全恢复所有的感觉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一下子 有如此丰富的经历 我多少会有点 回不过神 我们距离土星越来越近 它在荧幕上也越来越大 土星的颜色真的很美 我在地球上 见过的任何颜色 都无法与之比拟 红 橙 黄 绿 蓝 每种颜色之中 又充满无数个 有细微色差的色调 这些颜色时而汇聚 时而分离 忽强忽弱 形成了最著名的土星光环 将这些美妙的色彩 牢牢锁住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壮丽的景色 像一幅画卷 像一幅画卷 在我们的荧幕上展开 越来越大 我发现自己不再受到立场的束缚 想要摘下我的头盔 细细欣赏这些色彩 但是涛示意我不要动 他的卫星在哪 我问 你可以在荧幕右方 看到两个卫星 基本上是并排出现 我们离他有多远 应该是六百万公里 或者更远 当然 驾驶舱里的人 肯定知道精确的资料 不过为了给你 一个更准确的估计 我需要知道 我们的镜头 是不是等比缩放的 土星忽然从荧幕左边消失了 荧幕上又充满了太空的颜色 我敢肯定 我此刻的兴奋感前所未有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 亲身体验一场惊奇之旅 可是 为什么是我呢 我从没奢望过这些 也没想过有个体验这种旅行的可能 谁又敢想呢 涛起身了 你也可以起来了 我依照他的指示起了身 发现我们又并肩站在这个小屋的中央 这时我才意识到 涛已经摘掉了他的头盔 你能不能为我解释一下 我问他 为什么刚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戴了头盔 而我没有 现在我戴着你却不戴了 这很简单 我来自一个跟地球拥有不同细菌环境的地方 地球的环境对我们来说完全是细菌的培养机 所以为了与你接触 我必须要做好最基本的防护 之前你对我来说很危险 但现在不是了 我还是没明白你说的 我们进这间屋子的时候 颜色对你来说太亮 所以我给了你这个头盔 这个头盔是专门为你设计的 我们其实已预想到你会有这种反应 在很短的时间内 房间从黄色变成了蓝色 这意味着你体内80%的危险细菌都被消灭了 之后你可能会感觉到空气中有些凉意 好像开了冷气一样 这是另一种消毒方式 就像放射线 虽然这样说并不准确 但没法用地球上任何一种语言来描述 经过消毒 我身上的细菌被彻底清除 但是你体内仍存在 可以对我们造成巨大伤害的细菌 我会给你两个药丸 再过三个小时 你基本上就跟我们一样纯净了 他边说边从床边拿出一个小瓶子 掏出药丸递给我 又给了我一管液体 我猜应该是水 我抬起头盔 把液体和药丸都吞了下去 接着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也很奇怪 涛抱着我 把我放回床上 我摘下了我的面罩 他做这些的时候 我就在我身体旁边两三公尺远的地方 如果我不提醒一下诸位读者 你们可能很难理解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事情 但我确实是在离我身体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看到了自己的身体 而且我可以仅凭意念就在房间内移动 耳边传来涛的声音 Michelle我知道你能看到我 也能听到我的声音 但我看不到你 所以我没办法看着你讲话 你的星光体已经离开了身体 不会有任何危险 不用担心 我知道你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的人可能会害怕 我刚才给了你一种 可以清除你体内全部有害细菌的药 还有一种能让你的星光体脱离你身体的药 因为你身体消毒的过程需要三个小时 这样我就可以带你参观我们的太空船了 既不会给我们带来细菌污染 也不浪费时间 他说的话听上去很奇怪 但我却觉得顺理成章 且就这样跟在他身后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他走到一个门前 门就自动划开 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船舱 每次我都是在掏后面 有一段距离 但即使门在我过去的时候已经关闭 我也能轻松地穿过去 最后我们到了一个直径约20公尺的圆形房间 这里至少有十几个太空人 他们都是女性 身高跟涛差不多 其中有四个人坐在舒服的大夫手椅上 他们围成一圈 涛走了过去 找了没人的椅子坐下 他一坐下 四个人就满脸疑惑地看着他 看着他们好奇的表情 涛好像还很得意 让他们等了一会儿似的 终于涛开口了 这种语言真是美妙 我从没听过如此悦耳的韵律 那音调就像唱歌一样和谐动听 他们似乎对涛的描述很感兴趣 我猜想他们是在说我的事 毫无疑问 他们此次任务的主要目的与我有关 涛的话刚告一段落 他们的问题就接踵而至 又有两个太空人加入进来 气氛越来越热闹 讨论也越来越激烈 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注意到有三个人正在荧幕前面 展示3D图像 图像色彩丰富 这里应该就是太空船的控制室了 更有趣的是 他们看不见我 所以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专心工作 并不会被我的存在打扰 我在一块比别的荧幕都大的荧幕上 看到了一些光点 有的大些 有的亮些 且都按照既定路线 有条不稳的移动 有的向左 有的向右 这些光点移动速度越来越快 在荧幕上也越来越大 最终从荧幕上消失 它们的颜色绚烂缤纷 有的暗淡沉寂 也有的如阳光般夺目金黄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光点 既是我们在航行路上遇到的行星和恒星 看着它们在荧幕上无声穿梭 我眼花缭乱 沉醉其中 我不知道自己盯着荧幕看了多久 只听到房间里忽然响起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持续而柔和 许多灯也跟着闪烁起来 这个信号的效果很明显 和涛交谈的太空人 太空人们都来到了控制台 每个人都坐到 看起来是专属的控制位置上 所有人的眼睛都紧盯着荧幕 在大荧幕的中央 我开始看到一个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巨大物体 我只能说那是一个蓝灰色圆形物体 在每个荧幕的中央静止不动 屋子里头顿时鸦雀无声 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三名太空人身上 他们在操控几台长方形的设备 有点像我们的电脑 突然一个一幅巨大的画面盖住了仓室的墙 我看到大吃一惊 纽约? 不,是雪莉 我自言自语道 但是这桥看上去不太一样 那是桥吗? 我实在想不通 只能向我身边的涛求助 不过我忘了 我已经不在我的身体里 别人也听不到我讲话 我只能听到涛和其他人在谈论眼前的景象 但我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所以也是毫无头绪 不过我确定的是 涛之前说过我们确实早已离开了地球 他肯定没有骗我 而且他之前也跟我说过 我们飞行的速度是光速的许多倍 加上后来也确实路过了土星 还有一些行星和恒星 我们难道又回来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涛开始大声地法语讲话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Michelle我们在阿勒摩X3星上方 这个行星约是地球两倍大小 你在荧幕上应该已经看到了 这里和地球很像 我需要参加任务 所以很抱歉 暂时不能与你细说 不过稍后我一定会告诉你详情 为了不让你太困惑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的任务与你在地球上 所知道的核辐射有关 大家看起来都很专心 每个人都很明确自己要在什么时间做什么 太空船停住不动 太平板上出现了城镇中心的景象 亲爱的读者们 你们可以把这个大平板 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电视机荧幕 但是场景却逼真的跟透过高层楼的窗户看到的一样 我注意到另外两个女主人在监视一个比较小的荧幕 荧幕上有我们的太空船 太空船的样子我已经在平行宇宙中见过了 仔细一看 我惊讶地发现 在我们太空船的正下方 竟然抛出一个小球 有点像母鸡刚下的蛋 这个小球刚出太空船 就加速朝着下面的星球飞去 一个小球消失后 另一个小球又在刚才的位置出现 然后是再一个 每个小球在消失后 都在另一个荧幕上单独出现 每个荧幕都有专门的太空人见识着 现在大荧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降的小球 距离这么远 这些小球本不应该还留在荧幕上 应该是很快消失才对 我推测镜头的双焦能力应该相当强大 镜头的变焦能力应该相当强大 我们甚至能看到第一个小球 从荧幕右边消失 第二个小球从左边消失 现在只能看到中间的那个小球 它下降到地面的过程 我看得非常清楚 小球停在一个周围 全市高楼的大广场中央 它盘旋在广场上空 好像悬空在地面上方 几公尺一样 剩下的两个小球也清晰可见 一个在穿梭城镇河流的上方 另一个在城边的小山上空 出乎我的意料 荧幕上出现了新的场景 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公寓的门 或者说门口 因为本来应该是门的地方 现在却成了一块空着的大缺口 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城镇有多奇怪 这里一片死寂 没有丝毫生气